3.快.4. 嘩嘩 十點半了 要快點上床睡覺了 不然明天沒有精神回學 是啊 不然明天叫你又不願意起床了 乖 快點去睡吧 媽媽 我爸爸要不要忘記 我的大人怎麼跟你呢 你們小朋友要早睡早起的嘛 快點去睡 乖 是啊 快點啦 快點 快點 回去睡 不行啦 不行啦 乖 明天先去睡覺 乖 快點 媽媽給我睡覺 乖 請著媽媽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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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我剛才差一點 就結束三局 我都坐車冠軍了 做個特別獎杯 不要說話了 睡覺吧 最慘了 頭腳好不要怕我爹 撞了上坡 不要再說話了 明天要上學了 快點一合買單 一合買醉仔睡覺吧 我跟她的說話要是 對嗎 ? 嘻嘻 洗腦 你很想小朋友 喂 睡覺 睡覺 為什麼你五千裏都不醒 我天天都 嘻嘻 替你 introduction 擦牙洗面 今天陳老師大一堂, 快點吧 快點吧 每天都好像打仗似的 你們兩個上班等我睡醒吧 好, 謝謝 嘿嘿, 快起床 好, 乖狼 反覆吧, 切刀吧, 切刀吧 乖乖乖 好, 慢慢一會買一碗給你乖 快點, 乖乖乖 起床…來 好 快點… 來, 下口 來, 下口 唉, 昨晚早點睡就好了 你看, 沒精神了 老師一定又說你不專心 是啊 不要說了, 快點吃快點吃 今天我接希希放學的時候 陳老師跟我說 她說希希上課的時候 有時候合眼睡 好像不是很精神 她還說她那個專注力 比其他同學還差很多 她又問我 希希晚上幾個鐘睡覺 吃完飯又玩些什麼 早上起床 是不是整天都不願起床 我一五一手告訴她 那陳老師還有沒有什麼說 我就是要跟你們說 陳老師跟我說 叫你們幫希希定立一個生活常規 要安時吃飯、遊戲和睡覺 睡覺要定時 尤其是睡覺之前的兩個小時 不可以玩電子產品 會影響睡眠質素 嗯, 明白 我們應該要以身作陣 不如我們現在商量一下 要怎樣定立生活常規 你認不認識 我不認識 但是呢 我聽我公司同事說 她家有定立生活常規 她們兩夫妻是讀一些專業學程 學回來的 那就好了 不如你問問她 可不可以把她兒子的生活常規 轉發給我們 嗯, 好啊 她是我公司的partner 我想她會教我的 讓我問問你 她傳給你 看看 這個是她兒子的生活常規 同事兒子和希希差不多大 真的有很多地方我們可以參考 嗯, 是啊 但是我覺得 要因應她兒子的情況而定立 你看她兒子要搭校車 所以比希希更加早起床 那我們現在寫一寫 嗯, 好啊 嗯, 這個就是希希生活常規表 我們要跟著做 嗯, 看看 希希生活常規表 八點鐘起床 咦, 這樣 希希的時間調配 就不會混亂 而且她可以跟著你做 會專心一點做事的了 咦, 將會放在哪裏好啊 嗯, 我們可以貼在希希經常見到的地方 嗯, 這樣 讓我明天跟她講解一下 但是, 這裡有些字 希希不懂的 她會不會跟不上啊 有辦法 老公啊 你在上面加些圖案 譬如, 好像 這裡起床一樣 就加一個起床的公仔 你再加上一個起床一樣 對, 這裡的花殼呢 你可以加上一個起床的公仔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只要在旁邊 就, 從這裡去檢查一下 都可以全做個查一下 那, 讓希希容易點明白 就可以按照這個生活常規表做 五,五,六,五,五,四 好了,好,好 媽媽,我做完工課了,我想去公園玩 好,媽媽準備好了 今天就做了你喜歡吃的茶點小吃